记者廖玉伟台东报道,昔日自由车国手刘淑明去年退休后到工厂做粗工,从黑手变成国手,他仍未放弃骑车,今年6月受到台湾自新车品牌Daiso青睐,让他重回自由车产业,并且为他量身定做拍了为电影,还在各地贴上广告看板。 刘淑明也在京举办的106年自由车国手选拔赛,男子精英组拿下第九,明天公路赛将争取更好排名。 刘淑明谈到拍摄广告的心情,他坦言,长达两个月的拍摄,记录职业车手训练的一天,很显实,拍完之后也受到广大的回响,很感谢Daiso的照顾,也让我能再继续骑车。 对于这部片,自己觉得很有FU。 刘淑明在Daiso主要担任工程师,负责商品的安全检测和评管等工作,他透露,公司也给我很多时间练车,每周至少练4天。 在公司的支持下,今年也报名台湾登山王Tang比赛,我也尽力表现,替公司争取曝光。 31岁刘淑明过去国手资历丰富,也多次代表台湾参加环台赛。 本次精英选拔赛也是前十名选手中,唯一一位年纪超过30的选手。 同骑的车手都陆续退休,他仍坚持继续骑车。 刘淑明说,骑车是我的兴趣,也是我的生活,会骑到不能骑为止。 刘淑明成广告明星,记者廖玉伟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